苗栗县政府计划在后龙新建殡葬园区 遭到当地居民强烈反对 昨天清晨 厂商在百名警力介护下前往地点施工 与反对居民爆发冲突 今天自救会成员在立委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 指控警方执法过当 300多名警力沿着台一线道路逼向群众 最后与抗议民众发生激烈冲突 推挤过程中 还有高龄的民众头破血流 想起驱离过程 居民气不成声 这就会成员指控 又是简历到现场 并没有依法举牌警告 就直接用盾牌推挤民众 替施工厂商开路 民众占据台一线的道路影响交通 警方基于行政中立 以及依法行政 对占据台一线的民众 来依法实施劝离 其过程有造成推挤 将请苗栗县警察局来检讨 苗栗县警察局打人 你还叫苗栗县警察局去调查 取缔的过程里面 是有没有按照警方的标准作为程序处理啊 对不对 有没有在这个集合法 有没有三次举牌公告 有没有 所以这个过程要查清楚啊 不要来说个什么依法行政 立委要求警政署 调查苗栗县警局有无执法过当 彻查失职人员 也呼吁不要再上演大谱真谛事件 新台北电视副东柳自营 台湾推报道